恒指列口下跌 中股铁柏 逆史升 通过机构视角来看故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股怎么看专栏 我是Lin Lo 今天是5月19日 第一步 先通过大资金去追踪 跟进股票所处的阶段 是主力吸筹 主力建仓 还是主力出货 机构操作的哪个阶段 第二步 通过筹码分布去看股票的水位 我们身中有预期 或者在指数的空间水位 对于市场的走势 空间水位 那么心中也有数 如果你是首次收看我们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订阅 打开这个小铃铛 有更新就可以及时收睇到了 免责声明 我们留母子做指标映示 首个任何股票是不扣成任何推计的意义 投资者需要预计市场风险 对于机构运作成功模式入面 并有吸筹利息整理 赠仓利息出货 和砸盘的阶段 好了 我们先拿顾票来讲一下 通过这些阶段 做出模型和用虚 这些生物数据做出来的指标 叫做MCD 绿色代表市场的套路蟹货 红色柱体代表市场的大资金 这是机构的核利息资金 紫色线 这条紫色的粗线 对表是庄家平均值 好了 我们先看看股票的情况 以这个中国帖塔的例子来讲一下 今天市数是列口下跌 但是中国帖塔 今天反而是升的 0.89 不要升 它是没有跌 这个应该是写错 市重跌 它反而不跌 我们可以看到它来到前面高位 这个平台 到现在 没有什么移动 但是 我们通过资金 去看到它 哦 下面是怎样的 我们发现大户资金 整体上 依然在那里 一路一路 没有持一个水平 在货也没有了 但是在货没有了 昨日收市 是高过前一天的 所以今天是一个适当日常的机会 以这一日的最低位 就是这一日的最低位 就是这一日的最低位 作为防守 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持有的状态 这个股票从这个低位到现在 其实已经一个多月 差不多两个月 差不多要两个月了 在这个位置 以往的时候 它吸筹的阶段是三个月 收货期 现在已经是两个月了 是否突破呢 还是跌穿呢 我们后边 事目以待 一定要注意 来到这个低位 是否可以明显的争持 如果是 那它就会啟動 因为建冲区的时间 收货期一般是一到三个月 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我们值得去留意一下 它 来到的走势 現在我們看到是在0.89到0.863這個區域去支持到它 接下來大股資金增持那一天它就會升到左邊的高位 最大的助力位是1.06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股票接下來的幅度 大股資金未來是否繼續增設 如果持有等待如果沒有適當追蹤一下大股 如果增設就有我們的機會 這是股票的情況 如果你的股票是屬於跟它差不多的 那恭喜你 就不會受到股市下跌大的影響 但如果你的股票是在股票比較多的 會比較厲害 想看自己股是否有莊家 可以按下哪個重城區 點擊這個連接 領袖莊家圖 看看9988 這個股票我們前面都說過了 無助力位收出陰燭 就先離場 你離場了沒有? 沒有 好了市場下跌跌得更加厲害 因為是否有多 是否有重 之前一直跟我說過 強勢股的話 它可以逆施重生 或者是不會影響太大 但如果是肉勢股的話 比指數走勢肉勢的 那會跌得更加厲害 一定要注意 現在會不會跌得比較多 那110都是一用的 所以我們去見到會落中 好了 看回指數 行山指數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今天 列口下來 昨天剛才說了 它來到列口 沒有列口附近 這個位置是有阻力的 你千萬不要去盲目去追 一旦它打回來 它都會有下降的力度 好了 現在是收出陰燭 看看是不是 接下來放高星走走 首先 等它回到不罪跌的時候 即是回到支持位收出陽足 或者是在割藥的時候被突破 譬如這裡 看 生活割藥的時候在哪裡 這裡是生活割藥 它後面有反彈 這裡的位置 生活又增加了 所以逢高星走走 等隊 等隊 即是它後面行好了 再去做 可以看到下面的支持位 升體第一個支持位 我們把它選擇出來 選擇一段紅城的高位 到現在 可以看到下面這個位置 是多少點 198848點 到2082點 這個區域 是它目前的短期的支持區 現在短期的支持區域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OK 所以 打到這個位置 反抽一下 聽人 防高星 走一走 再落分 如果落分到這個支持 再收容足 它才會反彈 如果沒有 就等後期 再 在課時 否有割藥的時候 好吧 這個是指數可以看到的 所以 明天是星期五 明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可以說是先 好倉應該要先 避一避 淡倉的人 逢高沽落之後 可以看到時候怎樣 這個是恒指 各股方面 剛才說到9988 我們看看 美團3690 今天也有數回落 但跌了不是很多 今天收市跌穿了錢 是最低位的 因為昨天大股資金減少 所以明天也是一樣的 逢高先 走走 中期的朋友 如果你之前佈署過 中期投資的朋友 注意下面的支持位 在這裏 這個位置是多少錢 145.87到151元3號 這個區域 是它重要的支持位 所以這股票到助力位附近 跌下來 你們最接近的是159.79 明天逢高 如果走走後 看它收市有沒有在這個支持位 160元159.79 這個區域 是否可以收取 一定要注意 這是股票的情況 上面的助力位依然是比較重的 所以它不會爆升 它又跌下來 因為這個收貨期的時間 是比較長的 好了 看看01171 這個 這個股票 也有人問了 這個股票 重期可不可以拿著 現在是看 大股資金整體上是這麼少的 是不是 大股資金整體上是這麼少的 那它來到現在這個位 前面是重了新高 大股資金反而是這麼少的 所以打到這個是 就是拉高出貨還是拉高窄盤 都有可能 而且今天 收了一條假的陽足 在大股資金依然減少 而且收市價 沒有跌穿尋日最低 但是都是慢慢往下 這樣大股資金連續三天減少 連續三天減少 如果是我會逢高先 避免一下 等後期 看看 中間是真的摘盤下來 還是說 最次的 最次的對賭 這個要需要去注意 這個東西 驚就驚它 是摘盤 摘盤 就比較嚴重 因為你走不了 這裡要注意 有人說 重期可不可以繼續駕駛 這一段 如果是雜貨盤 跌得比較厲害 打了下來 周勝銅現在是未行位 但是已經是 重面的續力位在這裡 但是這個位想過 想突破 需要更加深海 它可能想回落回來 需要一段時間的回落 去消化它之前的核力 的理論 好了 看一下 1211 比亞迪 比亞迪的話 前面我們一直都說過 在貨模式 然後大戶正在做 有貨持貨 沒有貨的朋友 你前面都 今天大戶資金 是稍微增加的 咦 增加了 看看 昨天是49.98 今天是40 咦 超過50% 大戶資金 是增持著 收市價 如何 收市價低過昨天的收市價 昨天收市是260.2 今天是假養足 假養足 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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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支持位是多少 最多 最近的支持位是250 1萬3毫子的位置 打回到這些位置 接下來可不可以收市余揚足 如果可以 又可以繼續操作 如果 力穿就看到下一個支持 244.9的位置 因為 股票大會已經開始做初升 所以 後期的回落也是機會 這裡要注意 那大戶後期是集中的勢 還是先賺倉最勢呢 就需要關注 接下來這個紅色大戶資金的變化 好吧 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手提股票是這種 還是各種是貨多 還是其他 可以按下哪個連結 可以領取莊家圖 對於你 是有所幫助的 看一下 前面我們說過的 好像是00152 記不記得 嗯 股票前面也在問 這幾天是跌得比較厲害的 你可以看到他前面 抽升了上來 第二天 之前和大家說過 高空低酒的陰竹 一般都是差的 基本上和這一天一樣 是否會下跌 只不過這次會下跌得比較低 會下跌得比較多 深度震衝 跌了下來 在貨上增加 大戶資金都沒有了 而且在這一天的時候 跌穿了就應該先走了 其實這一天高低酒 就應該要小心 就要走一走 等他回來了之後 等大戶資金重新做的時候 才可以買了 現在只能夠等了 這個是這個股票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股票 他的樓空盤比較大 需要的錢是比較多的 需要的錢是比較多 大戶資金剛剛過了這個50% 有沒有50%? 沒有 是45% 就是重新高的時候 這個MCD有一個特別 非常好的地方就是 當在剛剛消失的那天 通常是高位 當大戶資金得到一個高位的時候 過不了超過50% 同樣是一個高位 之前我在講過影片的時候 也有講過這個方法 那好吧 日日直接確認這個高位 跌了下來 到現在來說 只能夠等他 大戶資金重新做的時候 重新入的時候 才可以入 當然想看水位的話 去從這個高位拖到現在 然後你可以看到下面的 這個大的支持跌穿了 看到下一個支持 7.21 那個位 看看接下來可不可以收到 用足去找他 這個是可以看到的 這個 00384 都是一些 投資者在那裏問的 這種是低位上分 超跌反彈 超跌反彈之後 賴滬資金又減少了 可以知道 今天的最低位就是 接下來的逢手位 聽人收市 必須在今天最低之上 才可以 它是屬於在負國獄的反彈 現在 今天最低位就是一個支持位 有貨次貨等到的狀態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部份的股票 2007 都可以看到它 超跌反彈之後 打回來 在貨角獄減少 但我知今 手尾減少了增加 沒有入貨位 因為 剛上來的時候 股價一直都沒有 升穿過前一天 水高位都沒有 反抽收音走一走 好 現在是等到的狀態 OK 這個是 這些股票的走勢 所以你的股票 是有沒有裝的 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裝了之後 那個 阻力和支持 有沒有水位 你才可以判別 是否值得去做 想知道 黑指數 昨天跌得很厲害 上一次剛剛講過 反抽回來 收出音速 又繼續跌下來 而且它怎麼樣 它這個反彈 都是比較軟 因為它沒有真正的行好 這個在前面的影片 也有說過 打回來之後 下面的支持位 是多少 今天可能是棍勝下錯 這個位置是1.1359點的位置 如果打到這個位置 收到容足 它又繼續反彈 打到這個位置 也不能夠收容足 這個下跌 這個下跌 始終會比較長 這個是南斯特克指數 所以幾個市場來看 前面的反彈 已經給了你 接下來 又是一輪的下跌 這裡一輪的下跌 之後 什麼時候又是機會 你需要去注意 如果你手頭拿的是 那些肉勢的 很多蟹貨的股票 市跌 它跌得會更加多 這裡一定要警惕 好吧 這個是我們今天和一學月 說回來的 我們實戰如何分析 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